为何古代行刑要在53克?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犯罪了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最大恶极的人将会被择日行刑 而在古代,人们选择行刑犯人的时间通常会在53克 很多人看了一辈子古装剧,还不知道53克到底是什么时候 还有为何古人非要选在53克行刑? 今天就为你揭晓答案 古代的时间计算多样 不同的时期对时间的计算也不同 有时候用时辰来计算一天 有时候用更点和刻来计算时间 刻作为时间单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出现 当时人们使用漏壶计时长期实行百刻制 将一昼夜分为100克,每刻约为14.4分钟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时间的认知逐渐精确 一刻的时间也逐渐被调整为15分钟 那么如果按照现在以古代的时间对照来看 古代的53克相当于现在的中午11点45分左右 古人选择这个时辰行刑犯人 其原因多种多样 首先在古代 人们普遍有着迷信的思想 人们认为人去世后会变成魂魄 而被斩首的人都是坏人 他们阴气更重 死后会冤魂不散 容易会找到柜子手等跟他有关联的人的麻烦 人们认为53克是古代阴阳五行学说中阳气最盛的时刻 因此在53克执行死刑 可以以阳克阴抑制鬼魂的出现 避免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还有一种说法 晒过太阳人都知道 中午11点到下午2点是太阳最火辣的时刻 在传统文化中魂魄很怕太阳 一遇到太阳就魂飞魄散 那么这些被行刑的人很多都是罪大恶极 在53克行刑可以让他魂飞魄散 连鬼都做不成 这实在太狠了 其实人去世后并不会变成什么鬼魂 更没有魂飞魄散之说 只是当时的人比较愚昧 这次深信不疑罢了 当然了 还有一些比较开明的说法 细心的小伙伴看古装剧都会发现一个细节 那就是法官在下令行刑前都会抬头看了看太阳 然后眉眼一皱表现出很热的感觉 然后才下令行刑 这说明53克的太阳很炎热 选择这时候行刑是有体谅犯人的考虑 一般来说犯人早早就被压去刑场了 在路上没吃什么东西 本来就疲惫不堪 到刑场后还要等到53克才能行刑 在等待的过程中啊 太阳越来越热烈 人肯定会被晒得头昏眼花 精力很萧条 那么选择这个时候动手就会大大减少犯人的恐惧与痛苦 这还算比较人道 也更科学一些 还有一个说法 那就是53克的行人比较多 在这个时候问斩可以对民众啊起到震慑的作用 不得不说啊 古代人为了震慑民众使出的手段太多了 说了53克问斩 那就不得不说秋后问斩 很多人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国自古以来啊 都是一个农业大国 在吹下之际 人们正在农忙 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 而秋收之后 人们就开始农闲了 这时候啊 官府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刑法之事 百姓也有时间去了解这些事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所以也可以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不得不说啊 古人选择的日子啊 还是很有哲学的啊 对此你怎么看